现在季孔出现两组奇葩组合,一组未任带撕裂兄弟,一组未屯伤兄弟NBA的组合可谓是数不胜数,前有马次的GDP传奇组合,胡人的OK组合以及绝金的黄金双枪组合,艾普森加安东尼,后有勇士的水花兄弟,雷霆的王炸组合,以及现在火箭的安灯炮组合,和76人的双臂组合。 这些组合的出现无疑是球迷们对其最大的认可与褒奖,现在距离新赛季开始约有一个月,但不出意外的话新赛季,NBA孔,将出现两组比较奇葩的组合,首先就是公牛的任带撕裂兄弟组合,公牛在今年夏天和任带撕裂的拉文完成次年8000万的续约,并为在雄鹿任带撕裂的帕克提供了一份4000万的合同, 就帕克和拉文的伤病情况来看,下赛季可以一起搭档出战,而公牛的这对伤病组合更是高达1.2亿,两人合计年薪在4000万,另一组就是绝金的屯伤兄弟组合。 在2018年选秀大会上绝金,选择了腰间盘突出和臀部有伤的波特,在选秀大会之前波特就因为臀部伤势取消了一部分球队的视讯,可见臀伤对他的影响不小,正是因为波特因臀伤视讯的球队不多,导致很多球队不敢冒险选择他, 才让绝金在第十四顺位选中他,绝金队内除了臀伤的波特之外,还有另一个臀伤后卫,以赛亚托马斯,以赛亚托马斯的臀伤让他错,过了生涯中签下议员合同的最佳机会, 今年夏天托马斯以一份老将底新加盟了绝金,不除意外新赛季绝金的替补上应该有这对臀伤兄弟组合的一席之地,相对任带撕裂兄弟的年薪约四千万,托马斯的老将底新加波特的新秀第一年,臀伤兄弟实惠的多,年薪才四百万。